今天早上起来 我们头上飞机嗡嗡嗡的叫 我就知道航班开始恢复了 果然在头条上面很多人都在说 上海的航空交通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 而高铁也有多趟的列车已经开始可以开出去了 所以越来越多人通过公共交通工具离开上海 这缓解了前几天我们说到 很多人非常艰难的步行 跑到这个红桥机场 红桥火车站 然后又没地方住 露宿 露宿在高架桥上的 还有受到这个民警的帮助 搬到这个小宾馆去住的 反正都是挺可怜的 但是这个时候离开上海 其实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们也知道 但是确确实实 这个疫情刚刚消散 千万不要发生疫情外溢的事情 一定要做好自己个人的防护 不要把这个不方便带给别人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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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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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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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�